出租车里伸出一只大脚 差点把旁边的树碰折了 就在刚刚 男人打出租车时 一不小心被压了下 顿时脚变大了两倍 他疼得笑了出来 吓得司机连忙道歉 让他赶紧上车去看看 没想到脚被门夹了下 疼得他赶紧摸了摸 此时的脚有两米多长 还在慢慢增长 司机忙中出错 又关上了窗户 小帅疼得哇哇大叫 司机以为他疯了 急忙启动车子 旁边的大树可就倒了霉 每碰一下 就传来一声惨叫 到医院后 脚就被锯了下来 没想到大脚成精了 来到大街上 一下就把路人踩到下面 还用力踩了两脚 女人只好拼命的蜷缩身体 护住头部要害 幸好大脚没下死手 女人这才捡了一条命 孩子健壮 上去框框就是两拳 替妈妈报仇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脚被夹了能种这么大 那么其他部位被夹的话 能不能也变大呢 别想歪了 我说的是手 一只大脚伸了出来 不停地向前移动 把旁边的女人按到地上 还狠狠地踩了几下 她赶紧捂住头 护住身体要害部位 可大脚还是不衣不劳 女人只好举手投降 大脚这才放过她 随后又追向男孩 另一边 嘴巴鼻子和手也来凑热闹 他们排成一排 向前走去 眼睛跑到最前面 一不留神 翻了好几个跟头 站起来后 小朋友想跟她合影 可她根本不搭理人家 还瞪大眼睛 吓得小女孩连连后退 见此情形 她急忙闭上了眼睛 走了半天 有点口渴 咕咚咕咚喝起睡来 小男孩看着好玩 快速跑了过去 一头扎进嘴巴里 最调皮的还是大眼睛 高兴时就会翻跟头 不过她比较色 死死盯着地上的美女 不停地抛着媚眼 而手也不闲着 想把汽车抓起来 可惜失败了 随后把女人握在手里 就是不让她出去 你说她要干什么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深受人们喜爱 还抢着拍照留念 耳朵紧跑几步 来到美女面前 趁人家不注意 竟然把她扑倒在地 半天过后 有点饿了 就吃点树叶吧 这么多玩偶 你最喜欢哪个呢 一只小眼睛揍了出来 可她不看路 哭斥一下撞到钢筋上 站立不稳摔了一跤 眼球竟然掉了下来 快速向下滚去 跳过联姻小路 一头塞进河里 在湍急的河流中 快速向下游去 而眼球里还有个人 必须尽快营救 工作人员来到桥上 想拦下眼球 可根本够不到 还是鼻子够意思 拖着庞大的身躯来到下游 从鼻孔里伸出一个口袋 这才把眼球拦了下来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成功捡回一条命 在地面的感觉真好 她非常兴奋 不停地翻着跟头 来庆祝自己获得新生 还跟游客拍照留念 他们一家五口终于凑齐了 来到步行街闲逛 这大脚丫子足足有42码 哭斥一下就把女人踩到下面 头也比较淘气 用大舌头舔着小奶狗 一口把人吞了进去 她见人就去搭讪 甚至还会两面夹击 连漂亮的小姐姐都不放过 更过分的是用水泼周围的游客 手掌也不甘寂寞 在大街上跳起了舞 深进水池里来个人工降雨 玩累了就趴到汽车上休息会儿 到了晚上 眼球钻进后备箱里 而手掌趴到了车顶上 快速回家了 不过这种情况 会不会被交警叔叔查呢 没过多久 就来到家里 晃晃悠悠向屋里走去 可眼睛太大 根本挤不进去 没办法 只好在外面玩会儿 一只六条腿的螃蟹在床上爬 而男人还在睡觉 哭斥一下夹住大拇指 用出吃奶的力气 还是夹不动 疼得男人眉头紧锁 可他还在做梦 没有醒过来 螃蟹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力气越来越大 男人觉得越来越疼 可依旧没有醒过来 钳子都陷了进去 大拇指连血都没流 这皮得有多厚 随着时间流逝 男人终于醒了过来 一脚将螃蟹踢飞 掉到地上 随后拎起螃蟹 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原来螃蟹正在窝里睡觉 男人看到后 按下遥控器 就狠狠撞了上去 玩够之后就回到屋里 可螃蟹不干了 通过下水道钻了进来 闻着气味来到房间里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终于爬到床上 这才开始了复仇之路 如今却被活捉 男人打开煤气灶 把螃蟹放到架子上 慢慢烤 还不停地翻动 一看就是烧烤高手 没一会儿就两面金黄 随后放到盘子里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那叫一个香 螃蟹为了报仇 却搭上了性命 你说他这样做值吗 墙里钻出一个美女 她的目标就是这个仓库 哭吃一脚踹掉大铁锁 舱门缓缓打开 里面竟然出现一双大脚 原来他是个穿越者 守在玻璃上轻轻一按 下一秒 就出现一扇门 用力一推 就从墙里钻了出来 还吐出一口红色液体 留下两个分身后 打开木门走了进去 可木门倒在地上 他就掉到了床上 站起身来 拉开镜子 后面也是一扇门 钻出来后 竟然来到了森林里 前面还有一扇门 走进去后 换了身衣服 来到海边 随后朝铜球走去 拉开一看 这里也有一扇门 里面还有一部电梯 他踩到电梯上 挥手跟你告别 而电梯另一端是个时光圈 走出来后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纸片人 他非常生气 把两个纸片人推倒 守在墙上轻轻一擦 就出现一个蓝色光门 下一秒 砖头碎成无数块 哗哗的掉了下来 就出现一扇门 他跳进去后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门 难道他是卖门的吗 突然房顶上掉下一扇门 把他吓了一跳 赶紧打开电梯门 可刚关上 旁边的门就倒了下来 难道他跟门有仇 随后来到海边 这里有无数门 他每走一步就换一身衣服 突然前面没路了 手在空中一摸 撕开一道空间裂缝 用力一扯 就来到另一个空间 他从墙里钻出来后 看到了仓库 一脚踹开大铁锁 里面竟然出现个巨人 他走进去后 射下一道蓝光 他身体弯曲 就变成了纸片人 从下水道里钻了出来 他居然被困在了盒子里 撞破一扇门后 就从万丈深渊掉了下去 最后落到了树上 衣服鞋子都掉了下去 女人的胳膊在慢慢溶解 吓得他张大了嘴巴 哭斥一声倒在地上 原来脚已经不见了 腿还在快速融化 他想拼命求救 可嘴巴也消失了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伸手一摸 只摸到了鼻孔 低头一看 四根手指也一点点消失 随后看向远方 希望丈夫能早点过来 果然门被打开 丈夫走了出来 眼睛扫了一遍两亩大的院子 发现上面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妻子的身影 他觉得自己听错了 又走了回去 原来两天前 他们花九块酒买下这栋房子 可搬进来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晚上十二点整 门突然打开 床上有个被包裹的人形物体 小美慢慢走过去 拉开床单一看 里面竟然是个陌生女人 还不停地口吐芬芳 她头痛欲裂 急忙捂住耳朵 而女人的身体在快速龙解 幸好这只是个梦 可刚走出来 发现屋子非常陌生 自己一样都不认识 而且相框里的竟然是别人 她顿时傻了眼 急忙跑进另一个屋里 却发现两个陌生人 还说这是她的家 可看到陌生的一切 她也动鸟了 两人吵了一架后 她被赶了出来 可女人还不肯善罢甘休 提着棒球棍追了出来 她把项链扔到箱子里 随后不停地祈祷 睁开眼睛后 发现女人不见了 她放声大笑 可下一秒 箱子就掉到地上 手臂也消失了 如果是你 你敢用生命跟死神做交换吗